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奥地利的恐怖片 背带短裤丧尸来袭 影片一开场 阿尔贝斯山滑雪圣地的承包人毛弹叔 正在勾兑化学原料 由于全球变暖 滑雪剂变得越来越短了 因此毛弹叔利用自己的小聪明 研发出了一种能够人工造雪的化学原料 但是在给投资人倒霉大叔演示的过程中出了事 由于这倒霉大叔手欠了 那些化学原料顺着倒霉大叔的任督二脉 就进入了他的重心地载 这毛弹叔也不顾倒霉大叔吐的是七魂八素 说大哥挺住啊 我做个快速的演示咱就结束 毛弹叔的手下龙套哥说 我看这孙子的情况可不太妙 如果再不送医院的话 恐怕有可能要交翻票了 马上就要破产的毛弹叔一听就急眼了 说甭跟这儿瞎扯淡 在他答应投资之前呢 绝不可能让他上医院 转场之后 作为极限滑雪运动员的大眼哥 蒙圈哥和大眼妹等人呢 乘直升机来到了滑雪圣地 配合摄氏组进行表演 由于是头一回从直升机上往下跳了 此时的蒙圈哥也有点蒙圈了 大眼妹说你越紧张就越容易撬哭当 当初大眼哥第一次跳的时候也吓尿 大不了把胳膊腿摔断 应该不会点号砍 几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 大眼哥和蒙圈哥的表演还是相当顺利 不过这淘气的大眼哥擅作主张 滑着滑着居然把衣服给涂光了 而这一幕啊 刚好被专门来看他表演的粉丝小萝莉看了满眼 由于倒霉大叔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毛淡叔和龙草哥只好扶着倒霉大叔来到酒吧 毛淡叔说给这孙子来杯酒 酒吧老板李大妈说 这孙子看上去可不带对劲啊 别再出什么事嘛 毛淡叔说给他喝杯酒啊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由于大眼哥的瞎胡闹 赞助商直接取消了跟他和蒙圈哥签署的协议 不仅如此 连直升机也不打招呼把他们给抛弃了 他女朋友大眼妹说 你这个脑残 咱俩之间算是彻底完了 我要跟你一拍两散一刀两断 随后大眼妹和蒙圈哥来到酒吧 李大妈说缆车已经停了 今天想下山的已经不可能了 蒙圈哥说 那我们踩着滑雪板出溜下去 李大妈说 老弟你的想法挺好 但是实现不了 因为雪道半山腰了就已经化了 估计你们走不到山下就已经挂了 而我这儿八点以后酒水半价 你们俩还不如在我这儿喝喝酒说说吃惊话呢 要说毛淡叔的化学原料那是真给力 倒霉大叔很快就变了一 大眼妹和蒙圈哥正闲扯淡的时候 两个臭流氓突然过来犯件 大眼妹说 老娘我大鸣小辣椒小鸣魂不拎 你要是再跟点臭来劲 信不信我把你呀打出份 哎呀 这倒霉大叔满脸水泡已经不对劲了 可这龙套哥还瞎着眼找他去签字 此时的倒霉大叔已经成功转型 一看龙套哥细皮嫩肉的上去吭吃就是一口 毛淡叔在旁边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在冰天雪地里冷静完之后的大眼哥 正准备去酒吧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头鹿正在喝那些化学原料 他一看鹿脸上的表情就一手大事不妙 大眼哥走进酒吧一看着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他在卫生间里找到大眼妹和蒙圈哥之后 三个人就打算悄悄的撒自聊 丧师妹一看那能干吗 呼啦一下就把这三位堵在了屋里准备开发 就在这紧急关头 李大妈突然从阁楼上把梯子顺了下来 说孩子们导演让我救你们来了 三个人爬上阁楼一看呢 发现李大妈的棒尖毛蛋叔也躲在上面 大眼妹说咱得赶快打电话求救我 龙圈哥拿出手机 给他那位喜欢看僵尸片的死宅表弟打了一电话 说如果想活着逃出去 那就必须分析出这波僵尸到底是快速进攻型 还是缓慢舞蹈型 大眼哥说你这个大神猫这不是开玩笑吗 毛蛋叔说确实是在开玩笑 这手机莫名其妙没信号 大眼哥和毛蛋叔推开窗户一看呢 发现他们已经被丧尸里包围了 大眼哥说大叔你的姿势可不对劲啊 能不能让我闯口气啊 毛蛋叔说老弟我是直男的 你现在非常的安全 残酷的现实证明啊 虽然平时说的天花乱坠掏心掏背 什么好既有老相好 到了生死关头了 全都撒子跑了 毛蛋叔开着雪地摩托车 带着大眼妹和大眼哥 残忍的抛下老行人李大妈和无辜的蒙圈哥 顾头不顾定穿了 可这三位正在雪地里撒花的时候 突然就被便衣的鹿兄撞了个人羊马犯 全都穿蒙圈了 大眼哥说咱得赶快下山突风到气 毛蛋叔上去就是一脚 说在我这儿出的事 谁也别想离开这个地儿 原来这毛蛋叔为了自己的生意啊 打算彻底封锁丧尸病毒爆发的消息 大眼哥和大眼妹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撒子就跑啊 毛蛋叔这边刚把鹿兄给干掉了 鹿兄已经变异的同伙就赶到了 然后随着一声惨叫 这哥们就交了饭票 接下来咱再说说酒吧那边的蒙圈哥和李大妈 这蒙圈哥在刚才的混战中啊 不幸被丧尸咬了一口 蒙圈哥说我马上就要变异了 你再不杀了我 你也得嗝了屁 大眼哥和大眼妹在躲避丧尸追杀的过程中啊 意外的发现音乐对丧尸有安抚的作用 于是这二位便坐着缆车 打算去救李大妈和蒙圈哥 转场之后 变异的蒙圈哥准备对李大妈发动进攻了 心慈手软的李大妈上去就把蒙圈哥的眼睛给戳下了 随后李大妈来到地下室 全副武装端起了他老公生前收藏的机关枪 大眼哥和大眼妹回到酒吧 发现丧尸们正随着音乐摇头晃了 两人一看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于是也搂着脖子跳上 接下来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啊 李大妈头戴安全帽手拿机关枪 上去就是一阵叮了光当了 哎呀 虽然李大妈这姿势挺帅 但却一枪都没打动了 不过这俗话说 狮之东鱼收之丧鱼 虽然丧尸一个没干掉 但李大妈却把自己在酒吧里点着了 也算是没有白忙活 大眼哥和大眼妹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仨子就跑啊 随着轰隆一声 李大妈酒吧的戏份算是正事儿清了 紧接着三个人跟丧尸展开一场混战 要说还得是李大妈呀 毕竟是老司机呢 虽然这枪法不是太准 但那小车开得要倍儿稳 影片的最后是大眼哥和大眼妹 跟变了意的毛蛋树的一场巅峰对决 时间不大毛蛋树就挂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走唐诗呀 此片就像开玩笑 全程都在吓唬 丧尸死得有点冤 导演才该交分票